大家好,我是米爸 俗话说狗改不了赤屎,是真的吗? 你家狗狗吃过爸爸吗? 吃过的请扣一,没吃过的请扣二 很多家长都会觉得狗吃爸爸是个又恶心又崩溃的事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狗为什么吃爸爸 如果狗狗有了吃爸爸习惯怎么办? 要不要给他补微量元素? 看完你就不用再纠结困扰了 狗吃爸爸最常发生在幼犬期 特别是狗狗换牙前这个阶段 一般幼犬换牙期在三至五个月左右 换牙前乳牙咀嚼能力差 幼犬进食大多数都是暴风吸入 回想一样自家的狗狗平常吃狗粮时候是不是都不嚼 直接用吞的,感觉他都要把自己噎到了 由于这个阶段幼犬进食速度快 食物没有经过充分的咀嚼 家人幼犬肠胃消化能力也未发育完全 狗粮通常没有充分吸收就排出来了 在家人幼犬阶段 狗又不知道饱的 刚排泄完就饿了 拉出来的爸爸还留有营养物质 幼犬就可能再吃进去消化一遍 看到这里的家长似乎都闻到了 自己家狗臭臭爸爸的味道了吧 有没有很上头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得过类似的视频 狗狗闻到榴莲臭袜子螺蛳粉会用手捂住鼻子甚至干藕 其实这种恶搞视频不用太当真 在狗狗的概念里 他们对于臭的定义和人类不同 爸爸不管从口感还是味道上 狗狗本身都并不排斥 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家的狗狗当着你的面 兢兢有味的吃爸爸的时候 也不用觉得他是故意来恶心你的 狗狗并不懂你的痛 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对于半年以内的幼犬 最好做到少食多餐 建议一天喂三到四顿 更有利于他的消化吸收 当狗狗拉完爸爸之后 可能会先习惯性的回去闻问 这时不用急于去铲屎和狗狗拼手速 先准备好手边的食物 奖励狗狗吃的 让他知道拉完爸爸之后 既不用担心饿肚子 又能吃到更高级的食物 并夸奖抚摸狗狗 之后再去铲屎 同时随着狗狗患芽结束 能够充分的咀嚼和吸收食物 也会帮助幼犬改掉吃爸爸的毛病 切记当发现狗狗吃爸爸的时候 千万不要打骂狗狗 下面说的另一种情况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不当行为 而使你家狗狗产生了行为偏差 才会吃爸爸的 在之前学习定点的视频里 我们有强调过 狗狗排泄过程中 即使拉错了地方 也不要去打断它 可是还有家长事后 发现狗狗乱拉 会把他拉到爸爸面前 指着爸爸训斥打骂他 回想一下 如果你做过类似的事情 就真的不应该怪 自己家的狗狗吃屎了 因为你给狗狗发出的信号 不是拉错了地方不对 而是拉屎不对 因为狗狗为了怕 再让主人不高兴 就会在排泄之后 吃掉自己的爸爸 让爸爸消失 免得再挨骂挨打 一旦发展成这样 狗狗的行为习惯出现偏差 是需要主人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才能治愈狗狗内心的创伤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 请大家对于狗狗乱拉乱尿 和吃爸爸 都多一点包容和耐心 通过正确的引导 一定能改掉这些不好的习惯的 最后我们来聊聊 微量元素的话题 有一部分人总强调 微量元素是智商税 事实上如果狗狗缺乏微量元素 确实会导致意识癖 吃粪便 吃土 吃树叶等等 同时狗狗的身体也会出现其他反应 当然狗狗健康状态下 没有必要补充的 家长们先要看一下 比如狗狗吃死 是不是因为消化不完全 吃土 啃墙鼻 是不是单纯就是狗狗无聊闲的 排出下行为偏差的原因 如果狗狗平时有挑食的习惯 狗粮的营养不够全面 肠胃吸收不好 在正常状态下 也经常发生异食 可以通过补充微量元素 来缓解异食症状 好了 以后再跟你说狗改不了吃水这件事 记得把这个视频发给它 堵住它的嘴 还有哪些让你困扰的养犬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会一一为你解答的 记得关注我们呀 谢谢大家